中华航空今天下午2点多 有一架预计要从高雄小港机场 飞往东京的班机 被民众募集准备起飞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把所有的旅客都请下飞机 那初步了解这一架编号CIE-26的飞机 当时是因为讯号异常 暂时停止起飞 那目前已经把飞机返回了机坪 同时旅客也得等待新的登机指示 高雄小港机场航站表示 第一时间只有收到返场的需求 至于原因并不清楚 而华航则发出了声明表示 因为飞机出现了异常的讯号 为了确保飞航的安全 公司才立刻调派其他的航机 另外安排旅客前往东京